詞曲 李宗盛 紫 来 我们把小声送给我们的Angela 张少憨 还有我们张碧晨 为什么要选择这首《玫瑰》的名字 当时我选了一首歌给她 她那时候就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我 然后我就觉得 那好吧 你给我看一下你的东西 是不是比我更好呀 结果真的我觉得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尝试 我那天晚上发了 大概十几个六十秒的语言 她说 哇 你发好多 我听一下 我很认真听 而且我听完了之后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于 一位已经这么有成就的一位歌手 他要去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难得的 对 我觉得这首歌确实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在今天的这个感觉里面呢 我跟毕臣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是一体的 我们也可以是分开的 对 可能她是外在 我是一个人的内在 但我们又彼此不同 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于二位的表演 我觉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形容任何一首歌 这个叫做《精彩绝伦》 谢谢 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让我感受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魔幻的感觉 但一开始你们两个在那里的时候 我感觉像拍MV 它不像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 然后再到后面 舞台升起来的时候 我又感觉那个好像很vintage 那个东西又是很life band 很有冲击力的 所以我觉得陈首歌的层次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毕臣你今天那个最后的那个和音的高音的部分 我觉得太厉害了 然后又稳 然后又扎实 而且我今天看到了好像邵涵的样子整个是变了 最深刻的一段是你跟毕臣在奸奏的部分两个人撩头发 如果这是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里有这两朵玫瑰长在那里的时候 我愿意做那个最忠实的园丁 浪漫 我自己的感觉听完那首歌 我觉得很像热血动漫的感觉 尤其像中间那一部分 就让我感觉就像两个不打不相识的人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们最后会不会被彼此同化 或者是被彼此去说服 但是你会看得到他们之间那种非常精彩的性格上的 或者是他们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碰撞 我觉得非常精彩很过瘾 对对对 谢谢 其实我觉得刚刚周深特别敏感 我们最后的那个 这样能够 就他那个切法就是日式的摇滚 他就是喜欢用这种切的方法而处理这样的段落 所以我觉得周深很敏感 但是我也想不出要做你们圆丁这句话呀 那你做个别的吧 我做那个厨头吧 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我会觉得这首歌曲作为张宇生老师 很多年前的作品了 其实今天通过少涵和毕成的演绎 又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了 到底什么才叫做经典的魅力 整首歌的设计编排 它是层层递进的 它能够留给我们的震撼和回味 也绝不仅仅只有高音部分的演绎 你们还有那么大的空间 可以去发挥 去延展 去突破 给予自己的更高严格的要求 在两位身上 我觉得看到了《华语乐坛》一种榜样的力量 谢谢 我要说一个事情 就是他老说我没有好好地表达对他的爱 就因为他我觉得你很腼腆 就是那种特别腼腆的 我上学的时候真情实感喜欢的两位女歌手 一位是少涵姐 还有一位是周比唱 真情实感的喜欢的两位男歌手 一个是宾哥 一个是陈一迅 这也是他要让我说的 但是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歌单里面都是他们的歌 然后我去过少涵姐的签售会 就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 然后他是发《欧若拉》那张专辑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爸许诺说 我月考要进全班前十五 才肯给我买这张碟 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考到了 当时我第一次见他 进去看他瘦瘦小小的眼睛好大 然后手冰凉 因为会那个 握手 握手 我说话 歌手的手都这么凉吗 就很开心 所以这次这首歌 我知道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我觉得这个天赐的声音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舞台 我们都有遇到 但是天赐的声音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舞台 我好像是近期 才真正认识到一帮 就是包括 我是真正地觉得 很真实的 很真心的 不像我曾经的一些经历 所以我会好好珍惜的 我觉得 好的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Angela 张少海 我们的张碧川 谢谢二位 有请罗座